关怀独居老人的方案可以这样做 有的人做得比较高的 你就像那个人 只有一个人在过年 不是啊 请他来来听 咱来来 有一个人 现今社会与政府 对于关怀社区老年人 是非常注重的 而每一个社区 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分为客家文化的聚落 和闽南文化的社区 而导致志工们 要服务这些社区人士 也让困难度提升 而南投县政府积极推动长照部分 也邀请了专业的讲师 来替这些志工们上课 教导专业的知识 我们社区要做这个老人照顾 很重要的就是要那个筋 那个筋 那个筋的意思就是 我们每一个社区 住一个社区的人 他都有的习惯性 所以我们社区要做这个老人照顾 最简单的 要稍微了解 住我们这些老大人 这些乎 这些老大人 他的问题是什么 输求是什么 比如说外人 他是失智的 外人是行动不方便的 外人是拨打的 或是外人说身体很健康 每一个人要去了解 他的总控 我们提供给不给他 我们才能说 是一筆一中的 你如果不说这样做标杂 好像是说中央政府推什么 我们就来做什么 这样就感觉有一些隔阂 签议员赖恩学也肯定县府的用心 为这些志工请来专业的社工照顾的讲师 教导专业的知识以及技巧 而教课的老师也用非常有趣的方式 替这些志工们上课 课程内容有关怀仿式 电话问安等 还有如何设计课程 目的是能让这些长辈 感到有如宾至如归的服务态度 南投县政府特别重视 我们长期照顾社区关怀据点的 一个志工训练课程 所以特别举办我们全县的志工训练 我们知道说在服务长辈的同时 不管是志工的服务技巧 态度以及沟通的方式 包括照顾的方法 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 那么经过这一次的培训呢 也让我们的志工 更具精进的一个专业知识 让我们长辈服务起来 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也落实到我们真的 志工服务长辈的 这个专业的一个政策推动 所以感谢县政府的用心 那这一次的课程相当的多元 有我们关怀电话问安 还有我们如何预防我们的性骚扰 有这些志工无怨无悔热心的付出 让南投县每一个关怀据点 都充满着爱与和谐 更能让这些社区年长者 有个有趣的老年生活 记者李永胜 南投采访报道